開始之前,很感謝GoMuseum和Let's Create 贊助這條影片 Hello,大家好,我是Jacob 我是Daisy 今天我們來到山頂的廣場,在這裡做些什麼? 就是帶大家參觀這個GoMuseum舉辦的沉浸式光影展覽 GoMuseum之聯成是由Let's Create Digital Entertainment Fest這次活動的其中一部份 當中還有首次在香港展出的一秒拳王NFT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整個展覽的organizer 阿Man和我們做過訪問 首先,很感謝你 也想問你整個展覽有什麼獨特之處 場館裡面有三個區域 但一定不要錯過的就是沉浸式體驗館 裡面有七個不同的區域 裡面也有部分我們的藝人有Cosova作品 透過360度去感受一下數碼藝術的威力或者澎大聲 山頂其實我們是第一站 我們接著會在八月初中環街市 接著最後的站就是數碼網 裡面加上那些項例 到最後,我想這個更加不要錯了 我們超過60場NFT Education的Workshop給大眾 到時,如果你有興趣,記得來參加 喜歡NFT的朋友,記得不要錯過這次的活動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參觀一下 這裡就是Room 1 就是Sun Yuu的本地動畫師所設計的 故事是以電影的2046為設計靈感 它的故事大綱就是爪浸記憶 和細緒情人的一個故事 整個區域就像我看到一樣 觀感看到這些很漂亮的畫像 我覺得很新奇 而且我覺得這裡很震撼 而且畫的畫像是很漂亮的 這是第二間房間 這個房間的設計是由CyberX 有本地設計團隊創作的 這次這個整個展覽的作品 是以電子元素作為靈感 我們可能現實看不會很震撼 但如果這個區域拍照出來的作品 其實都非常漂亮的 如果大家要打卡的話 這個位置絕對不能放過 這就是第三間房間 也是CyberX的作品 它很特別的就是電流的套案 會隨著聲音而流動 如果身處在這裡 大家看不到就變得很多尖刺 好像有很多支針 這樣刺進去 大家看完尖刺之後 再看一條天橋 真的很漂亮 就覺得自己是Catwalk的模特兒 這就是第四間房間 是CyberX的草刺香港為美的作品 它整個主題就是人類的智慧起源 大家也可以參觀一下這裡 這裡其實是四面鏡圍 大家就知道這個角色應該如何打卡了 現在這個帶大家看就是Room 5 它是聲音連動的裝置 主要都是以聲音控制 數以過萬顆的LED燈 它的燈是綠色 白色 然後就來個藍色 紫色 不斷變成很多顏色 非常之適合是IG照片大黑的 我在這裡也拍了幾張照片 這個區域是Andy Hall 和Jack Lee一起聯合設計的 鏡面的反射 其實你可以看到整個區域 都充滿了一個沉浸的體驗 有聲音有畫面 和你會感覺到自己 好像融入了這個空間 就是在裡面的 這裡就是Room 7 是香港為美 新於CyberX 一起共同設計的 將珍寶海鮮坊 用數碼方式呈現 給大家看的 前往大家都知道 珍寶海鮮坊很不幸 離開了大家所熟悉的童年和時光 有些東西不消失之後 都不知道珍寶的存在 我們剛才參觀完整個展覽 都很新奇 很有趣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都想問一下Man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房間的空間 就是珍寶海的NFT教育工作室 裏面 補充了很多手機 亦有不同的課程 令到大家很簡單了解 NFT背後是什麼 這個技術藝術 有機會可以變成NFT 除了這個之外 這裡還有我們其中一個partner 就是一秒拳和和續水俱流的電影製作室 這裡他們放了很多精彩的NFT 還有一些很珍貴的海報和Pops 現在NFT這麼熱 大家快點來這個展覽 參觀 都可以幫助大家了解很多不同的NFT 如果想自己設計的話 事不宜遲 就像我這樣 立刻畫NFT 最後 如果有什麼想我們BBE拍給大家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住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有什麼影片的話 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吧 今天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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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此時